三省書記承諾支持備戰 中美滑起菲律賓海對決 房地產泡沫破裂 市場需十年才能消耗在建房屋 中國糧食危機日趨嚴重 中共一號文件蝕心事 中央特公報福建號畫面 轉移股民主義 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我是美玲 日前,有三名省委書記先後會見東部戰區司令員 表態全力支持備戰 而美國也在擴建福利賓天寧島上的國際機場 於是美國不但防備中共 都在為兩國在菲律賓海或將爆發的衝突做準備 隨著台灣大選的落幕 中共眼見反共的賴清德當選總統 自然錯不定 日前,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在過去的一個月時間裡 有三名中共省級黨委書記訪問了負責台灣的中共東部戰區司令部 回見東部戰區司令員林向陽將軍 還承諾說要全力支持戰爭準備 這三名官員分別是江西省委書記運雄 安徽省委書記韓俊 和福建省委書記周祖毅 報導說這種訪問並不罕見 但一個月裡卻頻繁出現這類訪問就不太沉上 尤其是處於台灣選舉總統和立法會選舉的這一敏感時期 據悉 中共東部戰區的指揮部就設在江蘇南京 並管轄安徽福建和江西等省份 而且這三個地處特殊地點的省委書記還表態說 要全力支持戰爭準備 這都是無意間透露出 中共高層要備戰打仗的意思 該報導還表示 中共省級官員訪問中共戰區指揮部 都被認為是這段時間 從中共中央向地方政府 傳遞有關台灣選舉消息的一種方式 而這都是習近平所提倡的 增強軍方和地方政府的軍地關係政策的一種體現 港媒的該報導對外釋放出 習近平似乎有蠢蠢欲動的攻台計劃 而美國這邊都在加緊防備 近日太平洋空軍司令 本尼斯·維巴克對外披露說 美軍將重新啟用 位於菲律賓天寧島上的廢棄軍用機場 並對現在只有一條跑道的天寧島國際機場進行擴建 紀詠天在上部贊文指出 在移戰期間美軍在菲律賓天寧島的航空機地 曾發揮過關鍵作用 美軍史上最大規模的航母對決 即在菲律賓海海戰中打敗了日軍 並奪得天寧島 而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的B-29機隊 就是在天寧島起飛的 現在美軍正準備另一場菲律賓海海戰 而戰爭目標就是中共 紀詠天指出 中共和美國在航母和軍艦方面相比較 中共處於絕對掠勢 但中共航母遼寧號和山東號 這段時間不斷到菲律賓海進行訓練 一個目的就是模擬攻擊美國關島軍事基地 為了嚇了美國不要介入台海衝突 這表明一旦美中開戰 菲律賓海肯定會成為主戰場 從而再次引爆菲律賓海的海戰 但中共的困境都是顯而易見 中共在菲律賓海正式四處受敵的處境 關島本身就是美軍基地 日本沖繩都有美軍基地 而且日本仍是美國的重要盟邦 菲律賓都持續親美抗中 再加上即將重新啟用 並擴建的菲律賓天寧島機場 中美在菲律賓海的這場對決 結果顯而易見 2月3日日基亞洲發問說 中國房地產的銷售皮軟 導致市場房屋的庫存大量增加 而市場要消化這些房屋 可能至少需要5年時間 但美國財經電視頻道CNBC 引述經濟學家洪浩的話說 這個消化期可能會超過10年 日經引述中國網絡上的一則鐵文說 瀋陽的一套樓盤現在要價8,300元一平方 每平方減價3,000元 因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 庫存嚴重飽和的現象 各開發商說屋主都在減價叫賣 據日經指出 計算過程樓房的辦法 就是用新建的房屋面積 減去銷售房屋的面積 在去年底 中國的過程房屋面積 就已經接近50億平方米 如果按1家3口住100平米住屋來計算 中國目前的過程房屋面積 能夠供1.5億人口 或5,000萬個家庭居住 2月2日 亞府財經在報導中引述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說 在未來10年 中國民眾對新建房屋的需求 可能下跌50% 亞府財經指出 中國人口在這裡萎縮 城市化建設都放緩 引發的需求不振 會導致新建房屋很難被消化 今年1月 CNBC引述施銳集團 首席經濟學家洪浩的話說 中國房地產市場正面臨長期的修正 現在中國市場上過程的房源 可能需要超過10年才能消化 洪浩說 如果你看看庫存過程的情況 按目前的銷售速度 大約需要2年消化現在市場上的庫存 他表示 但如果你看看目前在建的房屋 我們有600萬平方米的新屋在建造 按這個銷售速度 有可能需要超過10年才能將所有這些在建的房屋消化 日前 中共黨媒發布一號文件 開頭就強調要確保糧食安全 按中共缺什麼下什麼的雜性 表明中國的糧食危機已經十分嚴重 文章包括6部分 首當其衝的是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其次是強調確保 不發生規模性反貧 接下來是提升鄉村產業發展水準 提升鄉村建設水準等等 雖然這篇文章充斥著對習近平的吹捧 但子女行奸卻流露出中共的心事 獨立視頻人鄭旭光 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說 習近平在浙江做的千萬工程 只是面子工程 浙江沿海當時相對來說比較富裕 但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 他說 2021年 中共宣傳已經建成全面小康社會 結果後來就強調要兜底民生 就是大規模反貧 都已經反貧了 還做什麼全面小康示範村呢? 現在城市的錢都不夠花 怎樣把錢拿到農村去 誰給你拿錢? 這篇文章刻號在第二點就強調 不發生規模性反貧 就說明這個問題已經很嚴重 而文章首先就提到 要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這就說明 中共深知肚明中國的糧食緊缺問題 已經是很緊迫 2023年12月11日 中共國家統計局發布 2023年的糧食產量數據聲稱 當年全國糧食總產量為 13908億斤 較上年增加了177億斤 還說連續九年穩定是1.3兆斤以上 但事實卻剛剛相反 自由亞洲電台引述 呂美時評人陳破空的觀點表示 中共持續幾十年的城鎮化 歧視農業政策和對外關係的全面崩壞 導致中國糧食非常緊張 今天他們說農業取得大豐收 又說易渣穩飯碗 這些說外界都很難相信 反過來透露的是 中共農業恐怕出了大問題 因為中國各地都在斷職糧食 這世界感到不安 究竟中國發生了什麼事? 淚美經濟學家程曉農說 我只是看中國的糧食進口怎樣 只要中國還在進口粟米 那就是中國的糧食問題就未解決 在甘肅農村經營農場的張先生披露說 中國農業現在處於斷層狀態 50歲以下的勞動力非常少 沒有人從事農業工作 50歲到60歲的勞動力 在農村就是精幹勞動力 農民大大減少 很多農民的土地都被地方政府強行徵收 而新華社發布的2024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 首先就提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按中共缺什麼喊什麼的雜性 可以提出 中國的糧食危機已經十分嚴重 日前中共國產航母福建號的照片 接連流出 2月4日據港媒《星島日報》報道 中共喉舌央視在2號的新聞聯播中 首先播出福建號的正面照片 3號有公佈其側面畫面 引發關注並登上微博熱手 有觀點認為 這是中共在轉移目前股市慘跌的注意力 在央視2號公佈的畫面中 可以看到福建號電池彈射軌道上的遮擋已經被撤掉 引發關注的是福建號航母的藍尾上 停放著一架機翼折起的藍載機模型 有軍事專家表示 停放藍載機模型 並不是要彈射該飛機 而是測試藍載機在升降機上 一次可以停放幾架等問題 在中國股民一片哀號 甚至紛紛到美國駐華大使館 官方微博那裡 責罵中共發洩憤怒的時候 中共卻突然公佈福建號航母的畫面 引發這是要轉移時線的猜測 雖然中共號稱福建號航母是中國自主設計 建造的第一艘彈射型航空母艦 採用的是平直通牆飛行甲板 門載排水量8萬余噸 早泰電池彈射和阻攔裝置 近期網路上都流傳說 福建號在上海測試電池彈射裝置 但中共在廣大股民的一片憤怒聲中 公佈福建號的畫面 顯然並未起到中共想要的效果 有網友留言說 馬列北洋水師 也有人說這是異動的把船 有人聯想到當前的A股大跌 沒見這幾艘航母也許股票不至於跌得那麼慘 還有人諷刺中共說 你是告知韭菜要為國家犧牲個人利益 你看 你們的錢都被用來建設國防啦 保護你們股票虧損後不會被美國欺負 福建號從2022年6月下水後 就一直停靠在上海江南造船廠的船奧內 所以這一年多以來 從上海普通國際機場起降的航班 都會經過江南造船廠所在地長慶島 飛機上靠陸地一面的乘客 就能從空中看到福建號 有些乘客因此將拍下的福建號照片發到網上 還有些中國軍事博主 通過這些照片和網友分析 福建號的建造進度 因為這些軍事博主具備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 所以在講解照片中的一些細節時 會引發網友熱意 甚至多次登上微博熱手 福建號很多武器系統的細節 都被媒體和網路熱意 而這樣都引發中共的恐慌 中共國安部因此出面動嚇中國民眾 前一陣子 中共國安部通過中共官媒發通知說 有些軍事外號者趕往軍用機場、港口、國防軍工單位等地 並使用專業器材進行偷拍 個別軍迷還將照片發到網上 國安部表示 這些私拍照片會洩漏航母等大型水面藍艇的建造進度 都會洩漏共軍的行動部署 還會洩漏大型武器的技術細節 中共國安部在此已有所指的應該是福建號 甚至要用刑法來威脅民眾 而2021年前 一名軍事外號者就因偷拍還未下水的福建艦 被控非法取得國家秘密罪名 被判刑一年 好了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明天見